台中市附近的租车行在26号晚间起火燃烧 由于现场道路狭窄 加上周围都是铁皮屋和木造老屋 让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延烧了12户 现场还一度传出了爆炸声 消防漏夜灌旧 花了三小时将火势扑灭 信号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浓烟直窜天际 火蛇不断从铁皮屋内窜出 台中市中区的成功路 临近火车站的一间租车行 消防深夜起火燃烧 消防聚开铁卷门往屋内洒水灌旧 起火点就在租车行的二楼 因为附近都是铁皮屋和木造老房子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迅速延烧周边房屋 由那个机车店的二楼开始闷烧 消防队都到了 但是就是防火降太小 路太小 起不进来 发生火警的地方路太小 消防花了40分钟才成功 不玩水线 短短的三个小时 大火就波及了12户 我们控制时间是在12点22分 主要的原因 它就是里面 第一个早午很多 然后再加上 它顶楼都有铁皮 索性不在营业时间 房屋内都没有人 大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只是大半夜的 怎么会突然起火 详细原因还有待消防厘清 记者台中综合报导 继续